浓浓的咖啡 经典的半生薯淡 还有火候十足的竹炒 以及满满的人潮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 高碧点场景和早餐的搭配 或许是再平尝不过的生活 但这些属于马来西亚本土的好味道 都是先被代代相传的点点滴滴 还有更多的是你我创造的人情味 说到代代相传 或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 新村绝对承载了不少半个世纪以前 所发生的种种世纪 2015年的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613个华人新村 至今都保留着不少文化遗产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和快节奏的发展趋势 不少新村如今面临着年轻人外流 无人接管组备手艺的困境 青黄不接的问题持续 新村发展逐渐将成为天方夜谭的理念 在保存家的使命上 雪兰儿人家龙新村的三位年轻人 决定接手上一代的好味道 他们不仅保留了上一代的好味道 更融入自己在外头学会的行销推广和包装 走出新村 学习新事物 再走进新村 用新事物的新旧结合 真正推动了新村与时俱进 曾经站上分享平台 TEDES此场节分享发展新村和家乡故事的洪顺中 是人家龙幸福村孕育的孩子 看着妈妈16年的鸡蛋糕生意 顺中出自一片孝心 不想妈妈那么辛苦 但又不想失去人家龙好味道的她 决定开设店铺打响知名度 同时让哄妈妈有更好的空间 更轻松地制作传统鸡蛋糕 一回来的时候就是看到妈妈 就是正在烤炉的面前 就是汗流浃背 就是满身都是汗 然后我就在想 为何要这么辛苦 就我有问过妈妈 你没有打算退休了吗 他就说 怎么要退休啦 安卓特优啦 哎呀 我来时特优 这一个口味就没有人可以吃得到 这样我们就在想着说 这样不如我去想一个比较系统的方式 让这一个传统是可以得以传承 然后妈妈也可以慢慢的退休 不会那么辛苦 很多的老长辈他们都是口是心扉 嘴巴讲着不要这样辛苦啦 不要继承我的家业啦 其实他们的心里就是 我很希望我的儿子继承我的家业 提恤爸爸妈妈辛苦工作的 还有成绩共堂的第二代接手人 陈秀丽 原本和其他年轻人一样 离开家乡打拼了他 因为和家人到台湾旅游的一次经历 见识了品牌定位的重要性 灵机移动之下 毅然决然推广家中的好味道 避免这份舌尖上的温情逐渐失传 那个时候是在老家 所以在老家后方 可以想象得到在家里做的那种环境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好像看不到前景吧 所以我们就想说先把那个工作环境改善 所以再加上制度上的安排 先整顿好基本我需要的基础 然后再来就是不断地学习 我没有商业的背景 只能够透过市场去学去问 一直不断地去找方法 然后尝试 要让更多人知道 首先第一个点我们在这里开设门市 因为人家龙30年了 很多人也不知道有共堂的出产 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步 我们是想在村内先让大家懂 然后设立了门市 但是以后就是再往外 透过互联网 比方讲拿着到Shopee 我们设计了e-store 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website 至于继承超过40年家传生意的红龙羊 则从21岁开始帮忙勃勃售卖属于红家的手工包 直到2016那年完全接受了这门生意 对他而言 相传接近半个世纪的包子和烧卖都是火招牌 因此新增了三个新口味的包子 其他的保留原来的味道 俗话说创业容易守夜难 为了守住这份人家龙人熟悉的好味道 他沿用人手制作的包子皮和馅料 天还未亮就开始工作打点 其实没有做到太大的改革 有是在那些馅料上 馅料上创新一些新的 之前没有的口味 因为以前我们只有6到7个口味而已 都现在有去到差不多10个口味 我们这里新村就越来越多外地人 他们吃到我们当地的口味 我们这里的比较复健味 比较复健味的情况下 有一些人比较没有吃过 或者是什么他们要一段时间去接受 所以我就在床中 不然我就研发这些 比较能接受的这种大众口味 基本上从考虑上 考虑上要研发那个东西 我们都会 我都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去想 看要不要了 然后在砖研下去的时候 大概一个月就可以出来了 在探讨推广家乡好味道的当儿 守住这份古早味 是这三名年轻人 不留余力的付出和经营 或许在新村的发展课题上 更多的是融入更新颖的创意 和勇于冒险的改革精神 但祖辈的故事 也是年轻人必须仔细聆听的戏品故事 尽管融入了新的概念 试图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人家龙 但这三人都认为 和长辈沟通的这门学问 新旧结合 才是打响知名和保留最原有精髓的一大重点 人家龙兴村或是其他的国内兴村 里面院藏的价值 或许都值得我们去走走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